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,聚焦两届律师行业,令人心动的Alber终于要迎来第三季,这一次不再是律师行业,而是把目光转向的医院,讲述作为医生工作者的酸甜苦辣。 新一季不仅是职业改变,连嘉宾都是大换血,没了何种萨贝尼的演播厅,不知道欢乐还有多少,可是周深毛不易的组合却又让人期待,这憨憨的组合就像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,很多人都说如果他们不做歌手,都可以一起组团开诊所了,其实不然,周深毛不易不做歌手也可以做搞笑艺人,一起来看看娱乐圈里几个被我们发现的宝藏男孩吧。 被耽误的段子手周深,2014年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,被大家知道了,一个除了李玉刚以外,又一个声音切换自如的歌手。 那年周深才21岁,盲选时一首欢言,让多位导师为他转身,反串成为了跟随周深的标签。 可惜,独特的嗓音并没有让周深在中国好声音走到最后,但他却成为了高晓松难得自掏腰包,为其做唱片的第三人。 第一次是小科,第二次是朴树,可想而知能要高晓松如此做,也是对周深能力的认可。 不过,小编我倒是没有因为这些认识周深,了解他还是因为那部电影《大鱼海棠》,片尾的一首《大鱼》,空灵清澈就直接吸引了小编我。 从《大鱼》开始,周深才真正被大众所熟悉,因反串而独特,却也困在了这张标签里,人们关心的始终是雌雄,直到歌声真正被人们听见,一首首影视作品OST唱的一个情字了得。 七年,周深终于被大众认可,他的声音就像是喧嚣城市中的百零秒,犹如行走的人若修音机。 宝藏男孩因为歌被人发现,却因为综艺感被人喜爱,别说你没有被周深的段子给剁笑,尤其是一首《大拉蹦吧》,仿佛唱出了一个人的歌唱班。 采访的时候,前一秒还很正经,后一秒就开始炫耀自己会杀猪叫,关键还自顾自地叫起来,闭上眼睛还真的就一模一样,真是杀掉一名的男歌手。 除此之外,杀猪叫也许不能够满足周深的虚荣心,他在采访时还模仿过手机震动的声音,起床的铃声,感兴趣的可以去逼赞搜搜搜周老师的杀掉声音合集,相信你能从中找到快乐。 最搞笑的就是,周深曾经上过热搜的微博头像,当场捕获,后来似乎怕影响不好,就加上了不要模仿。 关键有次采访,他表示自己曾用过周笔畅的头像,一直用到了两年,才发现那是周笔畅,可是呢又懒得换了,于是用了五年。 还说以后有机会要告诉周笔畅,自己用了他头像五年,拜托,谁听了都会以为你非常喜爱他。 另外,周深拆起粉丝台一点也不含糊,人家粉丝夸自己明星都是欣然接受,到了周深这里,画风就变了。 看似怯怒的周深,如今不仅用歌声征服了观众,还用他有趣的灵魂吸引了一塌表的粉丝。 真是哪里有周深,哪里就有欢乐,丧蒙的毛不易。 说完周深,那就必须来说道说道毛不易。 他俩在一起,那个化学反应绝对有趣,像是在家族年年年夜饭周深为毛不易为周深送祝福,结果说道,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能够,你以为毛不易是卡壳了,周深还好心地帮他解围,长高高。 其实毛不易就是这么想的,但他说怕周深觉得自己在讽刺他,周深现在听到这句话应该会觉着你在讽刺他。 作为明日之子,靠着一把吉他,一段口哨,一首首呢,梳字,梳琴,自唱发人深省的歌,获得了总决赛的毛不易,那时候还是个可爱的橘猫。 谁能想到,多年后毛不易不仅瘦身成功,更是嘴巴不饶人,无限歌谣记中,张绍刚唱完歌之后想让毛不易点评,结果毛不易就来了句还好,被吐槽太官方,杨迪也是催促到,跳一点瑕疵出来,毛不易才不上当呢,直说找不出瑕疵。 张绍刚倒是诚事,说自己在儿发里面听到跑掉了,还有点哆嗦,听完这句话,毛不易很困惑,你自己都认识到了,还用别人说,周深的嘴,厉害。 对于粉丝,人家明心里是若情维护,毛不易倒好,怼起来毫不手软,贴心地问粉丝要不要握手,可是粉丝伸出手来,毛不易又吓得后退了几步,不愧是粉丝接机,却怕是人家离太近绊倒自己的毛毛,这作为毛不易的粉丝,心里没点承受能力,还不一定受得了。 对于金钱的喜爱,毛不易也是从不掩饰,一手,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,就将他的野心昭然如揭。 能燃起激情的时刻是挣钱的时候,能让自己情势起伏的时刻是发工资的时候,最大的理想是当房东,在家躺着就能够收钱,不愧是喜欢自己应援灯是金色的,金色会显得富有的毛不易。 可是一本正经的怼人却也是一个老司机,被问道,女性朋友和女朋友怎么区分,毛不易直接说,他们字面上差了啥,女性朋友们,女朋友们能够享受的福利,除了不能播的,几乎没有。 这开启意外巴士卖的车,一点也不像是创造仪里面被撩了就手软的毛毛,怼得了任何人的毛不易,却也有着贴心的时刻,在其余人生里,安慰40岁的阿雅,40岁就是新的20岁,耿直,坦率的毛不易。 性格虽然内敛,歌声就像是带着我们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一般,可是他就像是自己的声音一样,充满故事,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毛不易。 人间精品大张伟,对大张伟的印象是花儿乐队,可是不知不觉这个乐队就没了,大张伟也开始被一些观众讨厌,记得跟着贝尔去冒险播的时候。 还有人说,大张伟很烦,很胆小,但那应夸他,声音同真,田正希望他继续组乐队,毛阿敏说他有点东西,曾经备受夸奖的大张伟却变成了一个舞台小丑。 这几年,大张伟越来越红,不断地出现在各大综艺,最终赢得了无数人的喜欢,可能这就是日久见人心,从摇滚音乐到搞笑综艺,你以为大张伟只是个跳梁小丑,其实他看得比谁都通透,他的音乐,他的才气从来没有丢掉,他唱着我们认为的口水歌《阳光彩虹小白马》,可是这却是他为自己加油打气的歌,听着欢快,实则大张伟自己总是能够听到哽咽,唱到流泪,就如大家在发现他的优秀之后, 夸他人间精品一样,大张伟似乎在越来越远,他通透道,人们发现大张伟似乎真的有点东西,他每每爆出的金句都能让人觉着话操理不操。 对于以前大众的不理解,大张伟表示,想当爷爷,得先当孙子,有多大想红的决心,就得有多大去承受压力的毅力,人要活得像个鸭子,面上不动生死,实际腿在水里不停地扑腾,你细细品大张伟,才发现愿意当小丑的他,拒绝深刻地,用最俗套的手, 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,看似疯疯癫癫,嬉皮笑脸的大张伟,用的是玩世不恭,吸引着大众,也许就像他说的,能被人看见的努力都是肤浅的努力,他做着大家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的努力,去生活,去创造自己热爱的音乐。 曾经对待大张伟,有的人看懂了,有的人以为自己看懂了,其实都不如大张伟自己活得通透,不论是以前歌红人不红的周深,还是相貌不出众的毛不易,亦或是存在青春里面的王苏龙,人间小丑大张伟,或许时间能证明一切,时间能让你发现这些男孩犹如宝藏一样精细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,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